歡迎大家收看收聽繼續財富 直播室裡面有幾位嘉賓主持 加上朱子超 先介紹兩位教授 恆生大學的John 恆生大學的Kenny Kenny這次又帶了新Live的朋友來 除了上次我們訪問永明金融的CEO 這次我們也很高興請到永明金融 人壽及康見業務總經理楊娟小姐 Kristine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HelloKristine 多謝你邀請 我們繼續財富 教一下我們 第一個話題我們也要談一下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評論 回歸給我們 你們每集都訪問世家大族 那些明媛望族 一看下去那個陣子 和家族辦公室都很有關係 很多人都會覺得家族辦公室 和普羅大眾 或者中產再富一點的人 距離感比較遠 只是屬於一些超高端 有錢人的處理的傳承方法 和自己的什麼關係 家族辦公室會不會只著重 教你怎樣去投資 累積財富 如果是的話 信託的功能去傳承下一代 我又要問Kristine 對於家族辦公室的議題 你的看法是怎樣 有沒有一些見解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傳承的呢 謝謝你 謝謝你的邀請 其實我覺得家族辦公室這個字 其實可能聽上去就會有些嚇人的 因為政府這陣子經常都宣傳 就說我們有2.4億 我們就可以成立一個家族辦公室 但其實我們講一個傳承 其實就不要被這個家族辦公室嚇怕 其實它只是一個形容詞 其實是一個工具來的 其實是講一個傳承的工具 當你說傳承工具 即是說只要你有一些資產 而你也有子女 即使如果單身的 他有他的兄弟姊妹 或者他想傳承的人 都是跟他有關係的 而這個傳承呢 其實是怎樣傳法 譬如你說我的孩子 我想有一個特定的歲數 或者我想有一個特定的比的方法 可能每月比 每年比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案 在他在世的時候的一個意願 讓他pass away的時候 他怎樣能夠把他有的資產 可以pass on 給他下一代 那這些其實種種的一個想法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傳承的一個貨 是一個議題來的 是 Kennifer 都是一樣的 其實他們是殊途同歸有一個目的 就是怎樣可以幫他去做這個配置的人 可以順利地把他的財富也好 甚至是把他一些很真而重之的東西 交給下一代 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說是家族傳承 家族傳承下面我們可以考慮 會不會用家族辦公室 或者我們會用一些不同的信託 甚至臨臨種種不同的方法 其實目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可以把我們覺得重要的東西 甚至我以前都說一張照片 或者一支筆 可能很小 我最記得我阿公 又留下了一把鐵尺給我 我覺得那把鐵尺很好的 雖然現在有點亂 打你手掌 你不要管 哈哈哈哈 但我總之覺得那把鐵尺挺好的 其實那時候他給我拿來學 尖著一些字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都很珍貴 當然可能對其他人沒有什麼價值 一把還要彎的鐵尺 對我來說 這個可以令到我看到那把尺 可以想回阿公以前打我手掌 那個光景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阿John呢 阿John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經常說一句 家族傳承沒有大沒有小 不在乎你的財富有多少 我都覺得2億4人 那我家有2億4人 但其實你又發現到很多時候 是很簡單的財富 做得不好 成全的時候 就會引起家族很多的紛爭 甚至引來一些禍害 另外一件事我們經常都說 家族成全是你我有份 其實你不要經常都說 他就是他不公平 老爸不傳一些東西給我 傳給他 其實不是的 一開始就大家要共商討論這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是參與的 這樣才令到家族情傳 是更加是有效 還有令到他們更加長青的整個企業 因為我們其實很有趣的是 我們訪問了這麼多嘉賓裡面 很奇妙的 就是說你發現到 每一個家族 他們之成功 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放開空懷 就說不只是靠自己的家族的人 去做了這件事 反而他們找一些專業 家族辦公室就變成了 其中一個工具 或者方法可以幫到他們 這裏我又補充一下 其實家族辦公室 其實就很像一個管家 這個管家就是幫他 執行他的意願 其實Jona 你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的保險 其實已經進化到 可以是一個類信託的功能 例如譬如保單 我剛才說可以特定的稅數 特定的方案 特定的時間 去給他的下一代 或者他身邊最愛的人 同時間現在的保單 還可以是分拆的 譬如我當我有100萬 我想留給我的兒女 我有一兒一女 那我就可以把保單 在我不在的時候 或者在我再小的時候 我亦都可以承傳這份保單 給我的小朋友分拆的 分拆了之後 還可以有不同的 currency 當如果將來 你知道小朋友 可能去另一個國家 可能去美國 可能去加拿大 去英國 他都可以在當地的 currency 我們將保單 亦都可以convert 去當地的 currency 然後在那裏 他可以承傳給他們 慢慢去拿錢 所以這一個 也是我們保單 現在再進一步的演化出來的 而最好的 就是剛才我講的 所有東西 是不收費用的 那麽好的 是啊 還可以是你隨時來改 那個意願 都不收費用的 但Christine 你剛才回到剛才 不是2.4億嗎 不是 幾十萬至幾百萬 或者都沒有問題 你知道我們這些普通的普羅大眾 絕對是 普羅大眾 都可以 是啊 完全是我們不收extra的費用 改更改也不需要收費用 執行這些指令都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管家的一個功能 聽Christine這樣說 其實都是一個 幾便捷的方法 就是達到一個 類似信託的效果 沒錯 而用保單去傳承 就是給一些我們 沒有2億4 就是有少少的身家 有兩萬死都可以 死都可以 就是保單變成一個 幾核心的工具 絕對是 絕對是 所以為什麽我們現在 有些產品 都是用傳承為做主子 去幫客人解決他們的痛點 所以我回到頭 就是說 其實不要被家族辦公室 這一個字 就嚇到 其實我們說的是 精神 就是傳承 傳承可以是傳錢 亦都可以傳一些 你心目中覺得重要的東西 給下一代 當然我剛才聽到 Christine說 現在的保險產品 其實很先進 已經變成一個 雷順 或者一個管家的形式 可以幫你去照顧你的下一代 或者你至愛的人 他都可以幫你 再不是一張死的死物 變成很活 可以去慈禮 令到這個家族傳承 剛才John說 你看到很多的成功 是要和諧的 要不然我們沒有了一個 活的功能 那就慘了 我們依著一張紙來做 每個人有不同的演繹 你又說 爸爸明明不是這樣寫 這個人又說 不是啊 這裡看清楚那張紙 變成了很多訴訟 所以我覺得 需要一個管家 即是有一個人 可以幫你去處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沒錯 還有這個管家 絕對是有一個隱密性的 即是我們是 絕對是隱密性的 沒錯 阿朱呢 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訪問了很多人 一起和朱姿 和Kent 我發現到一件事 他們經常都說 你兄弟少 那就容易搞 你一個兒子 那就容易搞 但又不是 原來我們很關心到下一代 如果一個兒子的時候 他怎樣用 我們經常都說 會不會有一個叫做 敗家兒子 是的 又或者敗家女都可以 不是不是 沒有分 即是我們 表示我們沒有分 這個男女 Jannah 其實呢 我想Kristine 你怎樣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 Kristine 剛才跟我分享 你都不知道 那些爸爸媽媽 多擔心下一代 包括我自己 我也擔心下一代 我們盡量給她最好的 但是什麼叫做最好呢 我想Kristine 這方面都好像 你很有看法 其實 是不是可以幫到我們 做管家 是的 剛才你說什麼叫做最好 其實我想每個人 在他心目裡面 都有他最愛的人 有時候 甚至乎 我們的保單 都可以做捐贈 而你的受益人 也可以寫一些慈善機構 這樣也可以做到 慈善的效益 做福社群 那我想知道 除了這方面 還有什麼產品 是跟傳承有關係的 嗯 其實剛才提到 就是我們有一個 儲蓄的一個 產品 給他們做傳承 另外跟傳承有關的產品 保險產品 一定要說 就是我們的高端醫療 那高端醫療 其實不要被名字嚇到 其實就不是很高端的收費 高端醫療 高端醫療 不是高端收費 沒錯 高端醫療都可以便宜到 可能是幾千元 都可以交易 看看買多大 但是高端醫療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它的成保的額度 是可以去到幾百萬 甚至幾千萬的 我們說高端醫療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去保障你的財產 即是它是保障你要傳承的資產 你想想如果 我不要說2.4億 那我說 譬如說一千萬 你有一千萬 真的想把它傳承給你的子女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當我們的健康去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醫治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藥又漂亮 但是也很貴 沒錯 尤其是那些藥 是很少副作用的那些 那些特別貴的 那些藥分分鐘呢 可能醫一個 我們當作癌症 可能都分分鐘去到幾百萬 甚至乎去到千萬 那你想想 如果你拿了這些錢 來去醫治 你不能不醫的 你一定是要醫的 你想要的一個計劃結果 沒錯 所以怎樣去保障你這個財產 這個全城的資產呢 就是要買一個高端醫療 由高端醫療去取消醫療費用 那我有一個例子想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在講 有一個70歲的一個真人真事來的 一個70歲的一個媽媽 那她有兩個子女 有兩名子女 那到她70歲的時候 當然她之前 她是設立了一個信託的 那信託裡面呢 她就說明了 我這個信託下面 這個信託下面有儲蓄保險 有高端醫療 有這個危疾保單 那有一天她就不幸 她就有病 那需要去一間 我想香港人都很知道 哪一間最貴的一個私家醫院 那她去醫療 那但是呢 因為她這個年紀的問題 那也都可能是需要 比較長時間的一個醫治 那結果呢 她的子女 走來跟信託說 就說 我媽媽不如就搬去 由私家醫院 搬回政府醫院醫療 因為他們就是擔心 會不會這樣醫下去 他們原本想留給她的資產 沒有了 那那個信託的人就說 不行 因為這個是一個信託的指示 是不能夠更改的 那所以呢 這個信託呢 其實也都是表示 就是說 她要執行 那個信託者 那個議員 是一個他們最最重要的一個principle 所以 這樣就繼續 這樣就醫療了 但是因為呢 她媽媽有這個高端醫療 所以呢 就不影響她要傳承下去的資產 那筆錢 沒錯 會不會有一筆錢 所以這些很多時候 就製造了一些 我們叫做悲劇 我跟阿John說 有時候 我們那些朋友說 兒子常常想我死 當然不是 但是往往就有這樣的位置 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沒錯 所以呢 最後一個就是高端醫療是真的需要的 因為她真的幫到你在 有些比較昂貴的醫療費的時候 你也有個安心 因為我們現在的高端醫療 最高我們可以去到五千萬的 一個限制 那我想都應該夠了吧 如果五千萬幾個醫療費用的話 應該夠了 尤其是 我覺得現在我們人類 醫學昌明 我們的仇明 越來越長 那其實一般過了七十歲 八十歲 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當然上了年紀 至不然就 有些木病 就這麼說 剛才我分享了 阿公給我把鐵尺 其實我爸爸剛剛都 有給你一把鐵尺嗎 不是 他沒有給我一把鐵尺 他只是給我一張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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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John分享了 但問題是 有很多小毛病 很簡單 譬如痛風 有時候都需要進醫院做一些療程 是長期病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有需要去想一想 即是可以做到 既可以有筆錢 給子女之餘 自己又不需要這麼擔心 萬一我患上什麼的重疾 而我又花了筆錢 不過矛盾 我都感覺到 挺難要處理的 阿John 你的看法是怎樣 是啊 為什麼呢 剛才Ken 就用一個角度 就說 那些子女很害怕 另一個角度 爸爸媽媽都很不想 成為婦女 那時候 那種不只是矛盾 而是 心理上 他覺得 我都有一些內疚感 或者 我為什麼會害到 我兒子 本來收得很好 現在變成這樣 如果對面是孝順的 那些子女是孝順的 你就更加不 有一種內疚感 但反過來 如果你說 我兒子應該養回我 他都面對一個挑戰 他是怎樣來的 如果一早準備好 剛才聽Kristine 聽Ken 說的時候 一早預備好 變成就沒有了這種矛盾 那種矛盾 是很慘的 因為你每一天都會面對 你還要上班 你還要工作 但你每一天都自己想 究竟會有什麼事發生 會不會有一些突變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做父母的 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兩邊都是有的 等於剛才都說了 由鐵尺變玉尺 其實講了兩件事 一個承傳說 當然是他的價值觀 和記憶 另一個價值 另一個東西 就是希望他 承傳到一個平安的心 這個就重要了 所以是不同的 真的不是承傳錢 因為錢真的可以 真的用起來的時候 是很容易用完的 看你自己的生活模式 有時候想和Christine說 他們很關心 第二代是怎麼用錢的呢 或者讓Christine再說 原來第二代又有他們的想法 是啊 其實很多第二代 當他們想要錢 當然他們想馬上有錢 馬上拿錢 但是其實我們也明白父母的心 有時候父母就覺得 我這麼大筆錢給你 是不是對你最好呢 所以他也需要管家幫他 我父母已經不在的時候 但仍然有一個管家幫他 可以按著他在世的父母的意願 就是他想幾時給 幾多歲給 怎樣給法 這些都是可以在保單裏面可以做到的 只要他給我們一個清晰的指示 我們就好像一個類信託的管家 幫他執行他的指示 是不可以更改的 但我又想了 如果萬一那個保單做的朋友 萬一他是中風 或者他是有一些老人癡呆 甚至如果那幫人有些意外 令到他殘疾 需要人照顧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那個全城的規劃 Kent你好像在說我的朋友 死我了 不用擔心 再來沒事 不用擔心 其實我們現在的保單裏 其實我們都加設了一個功能 叫做MIB 就是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 類似持久的授權書 就是EPOA 就說他在世的時候 他已經說定 他萬一沒有這個能力去做一些指示 或者去安排他的全城的那些東西之後 他就可以之前委任一個 他最信得一個的人 幫他執行 那其實剛才你這樣說 可能突然間中風 突然間意外 其實令到他照顧到自己的時候 其實他都需要一筆錢去幫他 那誰幫他 在保單裏面拿錢出來呢 那所以我們這個MIB的功能 就是他信得一個個人 那他個人就會幫他啟動 這個保單拿錢的功能 那所以他在世的時候 他都能夠用到這筆錢 來幫他自己 那如果之後過身 那他這個人 也會幫他 去啟動他那個全城的指示 那最好的東西就是 你在街上做的這個EPOA 是需要錢的 因為通常 他們就會用一個 類似的percentage 他的AUM 即asset under management 去收這個費用的 而我們在保單上 是完全不收錢的 那挺好的 挺方便的大眾 正正也是 聽Christine這樣說 如果你說 我們講Family Office 家族辦公室 如果聽剛才一種種的Case的 應用 普羅大眾 家族辦公室 有錢的 沒有那麼有錢的 其實個個都需要的 即是說保險產品 不單止Family Office 要用 甚至乎一個自給自足的 普通打工仔 富裕中產的 都會有機會用到 重點就是 要給身邊的家庭成員 即他們的下一代 有一個很好的保障 也都不需要一個負擔 是一個挺好的方案 即Christina 如果這樣講 我又問問你了 你覺得家族的全城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呢 其實全城 除了我剛才聽一下 Dr.John 和Dr.Kenneth說 都是需要不單止錢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溝通 你同不同意呢 絕對同意 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兩代之間 現在最麻煩就是這裡 兒子 我還記得有個 都是二代跟我們談 他說 老闆就可以換 老爸不能換 那我怎麼跟他說 做生意的時候 的確是溝通非常重要 因為有錢的 有時候我們就發覺 那個溝通 經常都這樣說笑 這麼說 者摩近那摩遠 明明大家都住在同一間屋 就是我們那個例子 他又回到去 我放了工又回去 對著爸爸 其實我上班 我又見到爸爸 有很多事情 他覺得很難開口 難於提出 這些種種 就是令到那個誤解出現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在那個家族全城 其實一個中間人 一個專業的中間人 是很重要的 對呀 尤其是 我記得 Ken 你說Fish Model 那時候 就是人物關係 溝通的能力 我想都很重要 這代有時候見到 和父輩 就算在同一個家 可能家比較大 都是不說話的 有些什麼 拿著手機 Whatsapp Wecheck 爸爸 就有什麼訴求 在那裡搞定 喝茶的手 Whatsapp Whatsapp 隔壁的那個 扶手機響 嘟一聲 他先生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 在很多不同的場景 或者是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的故事 對於我們來說 那個理財元素 或者是家族傳承的元素 都透過很多不同的渠道 產品也好 或者你們的專業協助也好 都幫到他們的 是不是 是啊 所以最後就是 我覺得規劃是很重要的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無論是我們說 傳承的規劃 我們怎樣對健康的規劃 對家庭成員的規劃 其實這個都是 整個傳承裡面 一定要看的 而我們 無論是用什麼工具都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 找對自己的工具 嗯 還有我覺得 就是 除了財富的傳承 整家人 就是剛才一開手 CAN說 那個健康 或者是突如其來的意外 就是草手不及 我想整個家族 都要繼續保持一個 籌備的心態 或者維持一個健康生活的生態 都很重要的 是的 我想 一定要有 今天講很多次 就是一個規劃 一個準備 很多事情 如果你沒有規劃 沒有準備 當問題出現了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自亂陣腳 或者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今天沒有提起 一個和諧 很多問題 就是你又怪我 我又怪你 那為什麼 不是一個 我們盡早去準備安排 而此下 令到我們會有一個更加好的結果呢 我想我聽完Cristine和Ken和朱姊說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 不是賣廣告的 聽清楚 中文不太好 我們想起新城新生活 新字幕名 是 先抽下它 要留意 因為成就不只是說新城 是受了承傳 沒錯 其實聽到Cristine說 原來有很多新的方式去承傳 所以變成很多人未必了解 或者未必知道 那這個 是很重要 還有給我一個新的生活 是 其實Cristine 我剛才說的 我很欣賞 就是講到健康 雖然我說話 是不是很緊講 我或者一些朋友呢 事實上 無論你年輕也好 年紀大也好 你有健康的身體 才是最好的財富 所以像Ken自己說 F是重要 但買不回來的健康 但如果一早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常常說 preventive medicine 預防我 那樣東西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有一個新的生活 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也有時會擔心 會不會用了錢 或者會不會我下一代沒有錢 你可能說 你不用管 下一代不用管 他不是這樣說 做父母就不是這樣說 所以新城就是新生活 我會記住 這個是我們將來新的生活 也可以帶出 聽Christine這樣說 一個專業 很信譽的顧問 會幫到我們各方面 包括在家族傳承 設立一個財富規劃 像Ken所說 都非常重要 那以你們的經驗 其實是不是 因應不同的時代 或者經濟的環境 金融產品的變化 你們都可以適時 作出一些新的轉變 是的 沒錯 剛才你提到 我們說新城 新生活 那我都覺得 和我新的生活都很有關係 都是新的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好像不准賣廣告 我們不是賣廣告 我們現在是介紹 剛才是說是中文的 其實那個是英文和中文的 是同一字 我們新Live 其實是建立於加拿大1865年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新Live在香港 是第一間跨國的保險公司 我們在清代的時候已經在 如果你有機會 我們可以給你看 我們珍藏清代的協助 就是打著孖鞭的 那個這樣的一個 我們都有 其實我們已經在香港 未來2月22日 就是我們132週年 所以我們其實一路以來 我們都是serve開一些 高增值人士的 一個家族辦公室的 一些客戶的 當中我們除了 剛才說有儲蓄 有高端的醫療 其實我們還有 是人壽的產品 這個可能下一次 我再有機會 我可以講多些 其實人壽產品 我們說是給一個dead benefit 都是一個 高增值人士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傳承的方案 我們最高的投保額 是超過1億美元的 是的 你想想你全一個 我當你 8億港幣的一個 資產給你的 下一代 這個絕對是一個 傳承的方案 這個其實在很多高端人士裏面 都會去思考這件事 剛才阿多德莊說 新城新生活 其實我們都跟我們有關 我們都是新life 我們都是新生活一種 我們在香港 都已經是很久的歷史 我們源自加拿大的 我們1865年成立的 即是香港 我們也是首間國際的保險公司 在香港已經132年的 其實看回一百年前 其實是清代的時候 我們清代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香港 甚至乎我們 有一些產品的小冊子 就是有一個 雜貓邊的人在 所以其實有機會 我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是文言文的一個小冊子 產品小冊子 是的 所以我們在香港 百多年的歷史 其實我們都是一路 serve 著一些高正值人士的需求 尤其是Family Office 家族辦公室的對象 都是我們serve 的客戶之一 其中除了剛才我們說 有全城的saving plan 也有高端的醫療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是叫做人壽 plan 人壽的投保額 其實在市場上 我們都是非常之高的 例如我們都有一些case 是投保過億美金的投保額 你可以想一下過億美金 差不多7億幾8億港幣的一個投保額 傳承給他的下一代 其實這個絕對是我們說 高正值人士會考慮的一個主要 plan 背後除了這個之外 剛才我們說的health 也很重要 其實根據香港政府 2022年的數據 其實很多原來香港人 都已經在大灣區退休了 多多Kenny知道多少人 有多少 大概有五十幾萬人 開始已經在大灣區退休了 其實跟健康很有關係 因為年紀大就開始有些小毛病 所以我們亦都在大灣區裏 透過我們醫生補醫療的增值服務 我們的醫院抗治全中國有四千多間 另外再加上大灣區 特別我們都是一個免找數的服務 就是客人只要早一兩天告訴我們 我們會安排他在大灣區入院 亦都不需要再付費用 我們背後可以在產品裏 我們的保險產品裏幫他做席庫 這些配套都希望 就是為不同的人士 都可以做好他們的規劃 Kristine很厲害 我記得上一次我們也有談過 你們組織活動 和帶出一些給市場的專業資訊 都很厲害 因為在去年二三年的時候 8月24號 我知道永明也是第一間保險公司 邀請到Invest Hong Kong 來到永明舉辦了 一場深入探討家族辦公室的研討會 一起推動家辦的發展 你們走得很前 是的 那時候我們應該在市場上是第一間的 我們就講家族辦公室 而背後除了我們保險之外 還有就是譬如一些信託 一些text的安排 之類都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 當中我們也提到我們ESG 因為我們經常說成全 除了是一個財富之外 其實一個地球 一個好的環境 給我們下一代 都是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透過保險 我們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保險背後 其實我們的投資 我們都會注重在一些ESG的公司上面 其實幫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都在無論是環保 我們說E就是Environment S就是Social G就是Governance 為什麼在這一方面 我們能夠做得更加好的社會 下一代 我這個不由而同 兩個教授 香港恆生大學的善經濟 正正就是這件事 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都很同意 Christine剛剛講到的說法 其實我們講的是永續持久 如果我們那個環境 即地球 都不健康 我們哪有我們自己的健康呢 所以我們就講的是 其實全城到最後 其實是要利己 也都要利他 才可以發展下去 其實我知道永明 剛才Christine Humble 沒有講到他們的威猛 原來永明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了 就連續15年 拿到Coplinite全球100大 最可持續的業保險業的排行第一 是啊 沒錯 絕對我們其實 在保險業來講 我們應該是找到最前線的了 我們也是承諾了 2050年我們要是零 碳排放是零的一個公司 這些都是我們對社會的誠意 因為保險其實就是我們息息相關 每一天發生在我們周邊的事情 一個很有關係的一個行業 雙父雙城 就是香港行星大學 我們也有見證的 你們有一個簽MOU的儀式 當然就是 側重如何培訓一些人才 這方面兩位教授介紹也好 是啊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港行繼續行 香港行星大學會繼續 搞家族辦公室的課程 其實很開心 其實由一月到三月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學員 已經是來自不同省份的 飛機進來的 所以考慶我和Ken 一些普通話 多謝他們給我機會 要學普通話 要學普通話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課程很重要 他們不只是這幾個月 而是一直課程 將他們很多的員工帶進來 這個課程就不太簡單 這是一個學習課程 而且他們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都很開心 學生最開心的是畢業 畢業最開心的是畢業禮 他們真的搞一個大型的畢業禮 至少六七百人一起進行 這個畢業 還有一件事 他們的learning 就不是學一下算 他們很利用到最新的科技 現在的sert 我們經常說 除了把sert的那一刻 你收藏一張sert 你又有時間搞了 但他們也承認了 所有學員 如果他們需要 就可以將他們的sert 放在雲端上 用blockchain的技術 這樣就變成 全世界 無論你去到哪裏 甚至你說 不見了那張physical 那張sert 沒有所謂 因為你那個 的qualification 永遠在這裏 永遠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其實 我是看到永明 對學習那種的commitment 還有對員工那種 鼓勵他們的熱誠 真的很厲害 這件事就是 我想其實不單止是那個commitment 其實是很innovative 會肯去跟我們去 攜手做一個這樣的課程 其實應該是我們第一間大學 跟一個國際金融機構 聯手搞一個專門針對這個家族辦公室的專業培訓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說這個不是一般的課程 是五十多個小時的學習時數 就是說 剛才我都很感動那些學員 從重慶 成都 或者在國內不同的城市 專程飛來上堂 在我們的校園上堂 還有不是一次兩次 因為我們分開三個不同的學習階段 我們有一個基礎課程 也有進階 還有一個專業的 我們期望 上完這五十多個小時之後 可以將我們研究一些所謂的知識 轉發成一些智慧 真是可以幫助到社會大眾 在這個家族傳承的一個規劃那裡 做得更加好更加精準 這個都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 我也看到現在一個社會的趨勢 尤其是內地 他們現在說 上次Dada Kenneth也提到 其實外國可能是第六、第七代 但是內地現在說是第二代 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訴求 你才聽到 又重慶、又成都 因為他們都覺得這個市場有很多這樣的訴求 但他們的知識上他們還沒有去到 所以其實我也很榮幸 能夠和行政大學去辦這個課程 能夠幫到行業去提升他們的知識 他們的質素 怎樣可以呢 更加好幫到的客人 而同時之間 我們香港永明也很榮幸 能夠和新城財經台和行政大學 去攜手合辦 在3月4日 一個香港首屆的亞太區家族辦公室發展論壇 當中我們都很榮幸 邀請到官員 特區政府官員 有香港特區政府的財經事務局 庫務局局長 許 特區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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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媒體也在一起 聚首一堂搞了這個論壇 一個大的主題就是 香港是一個很適宜的家辦 設立這個基地的地方 一些專業的機構 好像永明一樣 也落了戶去發展這個家辦 我們也邀請到我們的開幕支持嘉賓 團結香港基金的主席陳志思先生 和我們支持 當然有不少的校長 沒錯 學習文校長教授的演講 而有兩場論壇 分別兩位教授 究竟在香港這個地方 做一個前沿的資產配置策略 以至香港家辦的發展方向如何做 兩位都可以分享一下當時的經驗 我想其實最主要我們在論壇 我們討論到究竟家族傳承 如何可以利用這個家族辦公室去實現 我們在討論中 我都看到我們的朋友 他們都給了很多精闢的看法 大家都同意其實家族傳承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而我們究竟會不會是用家族辦公室 或是用管家的形式 令到這件事情做得更加好 沒錯 我自己用幾個字來形容 古今中外 當然古今 你說以前和現在 其實就是說 很多傳統的企業 他們真的可以翻身 古今 當然其中一個是金王 本來金是一個很傳統的投資 但現在變成Digital Digital Go 為什麼說中外呢 因為我們的朋友裏面有些是講到AI的 你知道Sammy厲害了 講到AI的時候沒有分各界的 因為AI不懂得分中國人外國人 而他們也都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很多在最新的我們以為 AI是怎樣的 AI對我們人類有什麼影響 他給了很多新的信息給我們 還有就是Danny他們又講到 原來投資的方法都多了很多 剛才Cursin有提到的 由於ESC那個的需求 也都引起了ESC很多的investment 所以真的很精彩 可以說是打開眼界的一個機會場面 就是聽我們節目 講返這一場活動 相當精彩 也可以呼籲我們 新城廣播的社交媒體 可以看回我們 有個recap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 Christine有些事情要補充 是呀最後我很多謝 今天就給邀請 也都很多謝兩位Professor 其實我想說最後 我們真的一起希望做好 就是我們這個官商文 是文化的文 就是恆新大學 我們官商文 為什麼三方合力 共同去推廣 提升香港更多的優勢 做好香港 一起聚人才創未來 好啊 就是推動香港加倍的發展 也都將全城有效規劃的觀念 帶給大家 時間的關係講到這裡 多謝Christine 還有兩位教授 多謝 拜拜